你知道小星两岁的时候运气有多好吗 说什么装什么 随手一拼的数字都能中油等假 简直就是欧黄附体 在小星两岁的时候 广至一家三口居住在狭窄的出租屋内 狭窄的房间连苍蝇都会撞到门 那更何况是小星呢 两岁的小星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模仿苍蝇用脸撞门 看着如此可怜的小星 小两口心想要是能搬到大一点的房子就好了 美牙赶紧拿起了售卖楼房的报纸 看中了一套自是一厅家厨位 新房的还真够大的了 结果一看价格吓一跳 居然要5800万元 瞬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门铃响起 美牙出去拿回来一个礼盒 原来是上次带小星去购买商品 参加抽奖活动抽中的毛巾 美牙说小星中奖几率非常高 之前还有一次满1000元的抽奖活动中 小星随手一抽 居然抽中了500元的折价券 这可是美牙抽好多次都没能抽中的 听到这些 为了验证小星运气到底有没有那么欧黄 广志打开了电视看起了赛马 小星选一匹有着肥度的10号码 广志则选身体健壮的8号码 比赛开始 果然8号码一路遥遥领先 不料最后居然被10号码给反超 就这样小星再一次选对了 接下来美牙拿来的数字拼图 想让小星拼拼看数字跟头等彩票 中奖号码是否一样 小星随手一拼 美牙拿起乐透报纸一看 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星随手拼出的数字 居然跟头等奖样 这可是一亿元的奖励啊 瞬间夫妻两人乐开了花 报复的机会来了 房子再大也不是梦 不过这却是广志被赴几十年房贷的开始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呢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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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